今天來到這條街 可以說是比較少一些小炒類 或者中菜類的餐廳 今天就介紹一間大排檔給大家 這間大排檔 儲了不少熟客 說到熟客 即是說有些菜式他們吃過翻層味 到底有什麼 是這麼吸引這些回頭客來幫助呢 今天一起來試試吧 吸引不少回頭客的就是這個拉絲墨魚球 用新鮮手打墨魚滑再加上車打芝士 裹完米通之後炸至金黃色 香脆的外皮 切開就是大家都喜歡的拉絲了 爽口彈牙的墨魚球 裡面還加上邪惡的芝士 大人小孩都適合了 如果怕熱氣的話 不妨試一下這個冰鎮鮑魚 這個是預訂菜式 大大隻的鮮包 預先料理好 再加入備製的醬汁浸一晚 香甜爽口 醬汁甜甜的 用來配海鮮就真的是一流了 兩款都夠大件 認真抵食 讓我看看師傅還有什麼好介紹 介紹給大家 都是一些比較特別的菜式 今天來到這間大排檔 當然要介紹這道 一個比較特別的 而且是比較精緻的手工菜 先試一下這三道 因為這三道比較輕輕 先試這個撈雞 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很多人都 唉 都撈不起 我沒什麼做 或者是經濟都不太好 所以老闆特地推出這個 和這個撈起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就像撈起一樣 撈啊撈啊撈啊撈 不過它改良了 是用雞的 老闆就撈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料 有薑絲 有芫荽 有芫荽 也有薑蓉 還有紅椒絲 洋蔥 還有芋頭絲 當然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吃芫荽 所以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看看撈什麼 雞肉很滑 老闆把雞浸得剛剛好 加了配料之後 入口是相當清爽 完全沒有很油膩的感覺 而且這個工序比較複雜 老闆除了浸完雞 還要把它拆出來 再用手撕 然後再鋪整隻雞的樣子 再放上去 再加上配料 所以這個 也是老闆的一個 心機菜之選 另外 還有推薦另一個心機菜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蜂巢蝦蝦球 這個都是老闆推介的 其中一個菜式 不過這個老闆說 叫之前 要預早一點 如果你可以打電話來 訂定就最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做的時間 是比較長 可能大家 這個菜式 如果有去一些舊式的酒樓 或者是一些茶樓 就會知道這個菜式 就是把芋蓉壓爛了 然後再加上一些蛋絲 然後還有一些蝦球 包在裡面 鑽下去 所以它的功夫 是相當多 工作也相當繁複 而且剛剛夾下去的時候 一聲 相當之酥脆 它裡面還有鹹蛋黃 配上蝦 糊泥 這個味道相當之惹味 說到野味 另外老闆也推薦另一個菜式 就是這個 養生豆腐 怎樣養生呢 說到健康 有什麼自己做最健康 這個豆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 跟我們外面買的豆腐 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現成的豆腐 是比較白 而且它是沒有那麼滑嫩的 這個就是老闆自己做的一個豆腐 由浸豆開始 就是他們自己師傅 已經開始做的了 另外它的湯 是什麼 這個湯 其實是一個蟹黃醬 是自己推的 所以它是每一個工序 都可以說是自家製的 豆腐炸了之後 外面是煙韌韌的 然後裡面咬進口 嘩 非常之嫩滑 而且我剛剛想 蟹黃醬 會不會很濃味的感覺 但又不怕 因為老闆說 這個養生豆腐 說明養生 所以都是以清淡為主 但清淡得來 都不乏它的野味 剛剛我試了三個菜式 都可以說是頭炮 現在不如我點一杯 現在最流行的手打檸檬茶 清淡的味道 最近非常之紅 開到通街也是的手打檸檬茶 我們吃通街當然是不倒輸 點一杯來嘗嘗一下 這一杯招牌之一的 鴨屎香檸檬茶 不要看它好像很清淡 攪拌均勻它 就知道真材實料 超重檸檬味 而鴨屎香茶底 就比較清香解膩 喜歡茶香 又想fresh一下 可以選它 而不夠fresh 還有這一杯鳳梨鴨屎香 加上鳳梨汁和新鮮青檸 整個夏日氣色都出來了 走到身水身汗 最適合就是弄一杯來解暑 想重口味一點的都有 就是這一杯刺激版檸檬茶 其實它就是檸檬啡 每杯都是由店家手打爆肉 再加上香濃咖啡進去一撞 非常精神 連檸檬皮和稠味 再提出咖啡香 絕對可以為大家充充電 充滿電後 我又可以埋位了 嘩 喝完檸檬茶 清了味蕾之後 又是時候試下幾道菜了 這裡推介的三道菜 我自己都覺得很喜歡 因為比較特別 先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肥脆福果釀牛片 整天吃釀牛片 都是肉碎或者肉滑 釀牛片 拿去煎或者炸 這個其實就是用蝦膠釀在上面 看樣子都相當野味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牛片 因為牛片的感覺就是非常爽 然後再配上上面的肉 或者海鮮 嘩 吃入口非常棒 好爽脆 而且師傅用了XO醬去炒 所以又鮮又爽又野味 而且都相當健康 因為非常多的蔬菜 另外說起蔬菜 現在城市人都相當注重健康 尤其是健身 又或者是喜歡健康飲食的人 都會選擇這個蔬菜 但是這個蔬菜 又很少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金湯乳衣甘藍 乳衣甘藍通常我們吃的時候 都是沙律形式上的 或者是普通就這樣生吃 這個老闆就說 我要改一改西式的菜 中式的做法 我只看樣子 我都想不到它是什麼味道 這個金湯老闆都說 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去熬製 裡面有紅蘿蔔 也有熟的南瓜 還有雞湯 所以是相當健康 和相當補的 用了乳衣甘藍加入去炒 平時我吃乳衣甘藍 如果有吃過的朋友一定會知道 入口的時候 那種苦澀的味道 真的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這個入口的時候 他會覺得 為什麼沒有做那種苦澀的味道 很特別 它反而是吸入了湯 那種的鮮甜味 吸入了 入口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不像是在吃乳衣甘藍 如果我想試試一個比較特別的菜式 可以試試這個 因為它會顛覆你對乳衣甘藍的想像 另外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黑胡椒蝦焗豬腸粉 焗豬腸粉其實不是第一次見的 平時吃牛腩豬腸粉 咖喱雞豬腸粉 相信有些朋友其實都已經吃過 這個是用黑胡椒蝦去餵豬腸粉 所以我覺得 哇 相當之正 為什麼老闆會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它是想 那些豬腸粉 可以吸入黑胡椒汁 和蝦的鮮味 嗯 不要說那麼多 先試一下 要試當然要試 豬腸粉 先吧 一豬腸粉才是精水所在 哇 真的很香 雖然它是用黑胡椒來做 但是它的味道不算是很濃很濃 反而有種淡淡的胡椒香味 和蝦的鮮味都入了 嗯 再加上豬腸粉是煎過 我相信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非常之喜歡這個菜式 當然不少就要試試蝦 因為它的蝦都是用新鮮蝦的 蝦仍是非常之彈口和鮮味 這個菜式其實我覺得 譬如說去到吃宵夜 又或者是去到美星的時候 大家吃都相當之不錯 因為它很適合配啤酒或者飲品去吃 一流 我覺得今天我們介紹的這間大排檔 雖然名字叫大排檔 好像很普通 但是菜式相當不普通 而且非常之有心思 如果大家吃晚餐的時候 想不到吃啤酒的話 可以試試這間 嗯